中国为了避免人口高龄化 现在是大力推动三胎政策 但是却跟过去30多年 推行一胎化政策一样 纷纷出现了乱象 今天话题节目就使出了实际的案例 有一对中国夫妻生了一个小孩之后 觉得生活负担非常的大 所以决定让先生结扎 没有想到连续跑了两家医院 却被院方给拒绝 这理由就是医院必须配合 中国政府的三胎化政策 中国的三胎政策出现了一些乱象 乱象之一是 你看到既然有一篇中国官媒写的文章 要求共产党党员带头生三胎 但是很多人就告诉你说 我就没钱房子买不起连半 难道你要帮我找吗 除此之外 现在中国男性也想要结扎也不行吗 主持人徐清皇在节目中和专家指出 中国为了避免人口高龄化 现在大力推行三胎化政策 却出现种种乱象 先是要求共产党党员要带头生三胎 但效果有限 于是北京当局开始三令五生 要求各地政府跟医院 大力推广三胎化政策 中共官方就默默地潜移默化 在基层推动一些政策 比如说你要结扎 我就千方百计找你麻烦 比如说你没有结婚 没有生过小孩 那你不能结扎 就是刚才清皇讲的嘛 那你结婚生过小孩呢 华盛顿邮报挖出来一条新闻 就是有一位啊 这个妈妈三十六岁妈妈 好不容易生了一台 觉得太累了 叫先生去结扎吧 结果先生找了两家医院 两家医院都在推动 现在没有在做这个啦 为什么上面有这个三胎化的政策 我们这边就不敢做结扎 中国百姓现在连要结扎 都被百般刁难 相对于过去三十多年间 中国强制执行一胎化政策 期间不断传出 有孕妇被强迫堕胎 有夫妻被强行结扎的恐怖案例 看得出中国的人口政策 既混乱又不尊重人权 华西晚 陈海生 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